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八字刘海 首先第一步分区 从顶点向前一直位 划分到两个蜿蜒角的位置 好来 首先第一步我们设定刘海的长度 刘海的长度设定到下巴以下两指位 来第一步 头发零度 设定长度 修剪方形切口 好 刘海长度设定好之后 第二步进行去角 首先去除上角 注意保留底线的头发不要动 提拉角度至垂直地面90度 好去完角之后 我们的头发的重量会变轻 但是轮廓的形状不会变 好来第三步 去除刘海的内角 中分线分开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将头发 输出一半向前提拉 通过手指摆位摆斜 以外边的长度作为引脑线 将内角去掉 好那这时候我们把头发 放到两边 短到长 来另一边 取出中间剪过的头发作为引脑线 另一半向前梳理 通过手指摆位摆斜 两点线连接 好那这时候呢 我给大家所看到 它整体的一个效果 是一个鱼尾的效果 要把中分八字刘海 放到两边 转到长 好那接下来 我们去把这个刘海 去给它进行吹风处理 接下来我们先将头发的沾吹干 接下来我们用造型的手法 把头发给它处理一下 先第一步 把刘海 把一线的部分 先去给它 把根先吹上去 来滚输 向后 向上 调法根 不要让刘海 贴到脸上 好 好来第二步 取出 柳海 三角形分区 提拉到高于90度 顶到法根的位置 法根送风 来第二步 把中划尾 弯度推出来 好 来另一边 同样的方式 这个角度一定要高角度 法根送风 第一角度发尾带出来 刘海 刘海造型过之后 我们可以用毒痕压剪 把刘海的法量 操作处理 首先我们取法处的方式 将划尾去进行打头处理 揪法处 按时去除 观察 刘海的亮点 好 发尾没问题之后 如果刘海还是比较厚 就通过 胖胖一点 去做一些 稍微的上划一下 把刘海的轻盈度打开 可以了 另外一侧相同的手法 用牙节去画纹量先处理一下 好 慢点 好那最终我们流法的呈现效果